看一看 Hello 應該開始了 看一看 應該開始了 我突然間忘記了 我要找同事幫忙 你可以幫我叫M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好像見得很密 我上個禮拜又直播 今個禮拜又直播 大家聽我的聲音 是否好一點 因為這時感冒 最近可能有很多 好 同事過來了 這樣 我都病了很多 是呀 還沒有 是呀 還有一點點 你們聽到的聲音應該都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這樣 昨天開始上班了 這樣 我們今天呢 上次我們有做一個 叫做衛報 嗯 我們是 做這個 做個什麼 裸妝膏 是呀 一個 挺有名的牌子 嗯 對 剛才 哇 很大陣 向性 翻了個個都飄到一陣子 是呀 其實我預料已經做了一個 差不多了 我們都試了一個質感 嗯 很明顯 卸妝的事情 我都教大家做很多 是的 今次呢 其實我會教大家 開始玩 不是玩 只是卸妝 那種 即不是卸妝人 是的 是一些比較 不同的一些方法 例如今次我們會做一個卸妝膏 做卸妝膏有個好處 就是當你放在鞋子裡之後 你不會太容易漏 嗯 這樣 你就這樣 筆出來這樣去 擦擦 擦擦面 這樣呢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卸妝的效果 嗯 還有呢 今天呢 我們因為這個方法 我也是專門做的 那呢 就 即興地做很多時候 都不是的 有些研究 我今次呢 是用兩種比較特別的油 以前呢 其實有一種油是很少介紹的 這樣 那今天呢 亦都是大家有關鍵字 是 Eva 你講了 關鍵字 關鍵字 就是打優惠 就會拿到我們那個配方的優惠 是的 是的 如果要拿配方 就都是打配方 是 那這樣 那我今天呢 最主要呢 我介紹一種呢 叫做 巴巴蘇枝 那它實際上 它英文呢 就 不是叫枝 而是叫 油 很特別的 那一種枝呢 應該覺得它是比較 濃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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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但是效果很好 哦 是的 那這隻呢 是比較少用的 那很多時候呢 超級乾的皮膚就很適合 非常非常好 這樣 那還有呢 為什麼我今次這個色妝膏 我會 較大用呢 就是 很多時候 你知道 色妝 色妝呢 有些人就會覺得乾 乾 偏乾的 那這隻呢 我今次呢 就有個 叫做雙鎖濕 的一個色妝膏 嗯 那這樣 就很適合那些呢 敏感性皮膚 嗯 乾性皮膚 嗯 還有有一些 就是混合性 但是呢 有一些呢 愈油就愈乾的皮膚呢 其實呢 它都很適合用的 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巴拉酥脂 好有趣 這個巴拉酥脂 我建議大家買完之後呢 你不止 是用來做卸妝膏 其實你可以加進去 任何的一些 護膚的產品呢 是可以加強鎖濕的 那加多少個百分比 我想 由你看一下你自己本身 那可以呢 加到十個百分比 都可以 這樣 還有呢 我建議這個呢 可以用來做潤膏 哦 潤膏很鎖水 很鎖水 還有很滋潤 那尤其是那些粒皮 那些 那些 唇呢 還有很多時候 有些唇膏的 是啊 那你見到呢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留意到 有些女生 本身 臉很漂亮 但是呢 她的唇部呢 很乾 還有很多紋 這樣 那這個呢 很適合呢 是在唇部用的 它用來鎖濕 還有去紋 我還想著純部用 應該用 油溶性炭乳質酸 那不夠 是啊 但是這個你可以做個底 哦 因為你呢 油溶性炭乳質酸 你不要加這麼多 你只是加百分之五 這樣 這個呢 你可以加百分之二十 或者你甚至乎呢 如果你喜歡的 你可以 真的 是很濕 很滋潤的 這樣 你可以加上去都可以 這樣 可以一百分之二十 這樣 那這次呢 又是啦 如果大家打鼓桿 你就會發現呢 我會加了 一部份 的這個 巴巴酥脂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兩折 我想呢 聽得我多的 的 MISS我喜歡用兩折 是啊 是啊 因為兩折呢 其實那個鎖濕效果很好很好 還有兩折呢 用完之後呢 其實令到皮膚呢 有一個很好的 很軟熟的感覺 很軟軟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呢 有些 因為它屬於濕性油 濕性油 即是它會很滋潤的 這樣 那有些 那有些油 其他油不滋潤呢 因為有些油呢 它很快呢 就吸了 吸了下去 那所以呢 令到你面層呢 就可能會有些 很快呢 就乾了 那如果你加上 你加上兩折的話呢 那你就有 這個狀況 鎖水 還有呢 令到呢 皮膚的面層呢 有很好的 很濕的效果 那時候 我記得你曾經有一集 都有講乾性油 和濕性油 是啊 都有的 那這樣 如果皮膚的 同學仔呢 都知道 有一堂呢 專門講乾性油 和濕性油 那這樣 那這樣 那大家如果 譬如有興趣的 你可以留言 看看我 我開一集 這個直播 又講一下它 那這樣 那好了 那那呢 那我們 我們除了有這兩種 超級所濕的油之外呢 那因為它做卸妝 卸妝 卸妝就要卸妝的月料 是啦 那就一定要有卸妝的 那我們的卸妝要兩補 一個日本卸妝有五百劑 另外呢 就有PAT7 PAT7不單止是用來做卸妝 它還可以用來做保濕的 所以PAT7很多呢 在洗頭水啊 或者是在洗面 那裏呢 它會加的 加下去呢 就用來做保濕的 哦 等於洗 是啦 那所以這個卸妝膏呢 大家洗完之後呢 是一點都不乾 但是 也都洗得很好 嗯 那你還說 還有一個底油 可能是可巴 嗯 可巴 那 那我今次呢 也都很大刀斧斧斧 哇 你問HALO18多 嗯 因為呢 我要做個 這個是一個高級的卸妝膏 是啊 那它那個保濕效 那我呢 我就用R18呢 用來做這個卸妝膏 嗯 那跟著呢 那我們呢 就會有個維他命E啦 用來做這個卸妝膏的一個 其中一個呢 叫做抗氧化劑 而且呢 也都可以加那個 就是呢 那個叫做 滋潤度 嗯 那最後來呢 那這個呢 因為這個呢 因為我針對性 是跟著這個這樣做 那這個呢 它這個呢 它就 它就 它都有了玫瑰香薰油 但是呢 玫瑰香精油 但是呢 玫瑰香精油 所以呢 我這裏呢 我都會加我們的 玫瑰 然後呢 會有一個玫瑰香味 嗯 所以大家呢 卸妝的同時呢 亦都會有一種 很舒服的感覺 這樣 好了 如火如火了 我們呢 開始先 那因為呢 它要做個卸妝膏呢 其實我用兩種蠟質的 一隻呢 就是HUNDY LALA 那一隻呢 是這個B-SWEST 那大家呢 這個是光澤一點 是啊 那大家記住 一定要拿配方 因為呢 你只要那個Gran到一不同 出來的感覺呢 已經完全不同了 嗯 它這個是一個很軟熟的一個方法 如果呢 如果你落得多或者落得少呢 你完全受不了我們這種疾病 嗯 那記得大家要拿好配方 是的 那這樣 首先呢 我們 啊 是 好 好 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一個 可以可以可以 這裡 我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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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首先呢 我們呢 先加了個蠟質 那這個呢 我們呢 都要用DIY機的 要加了它 好了 那我們呢 就先加了個蠟質 那我們加了 好 好 大家就要用背方了 加一個 好 好 好呢 接著呢 就加黑地 尾拉辣 不是 好 好 解釋 好了 有些秘訣是用它先融化 先把鱔子拿去 先把鱔子拿去 其實你們一起溶化都可以的 不過因為它的溶點比較高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溶化它 這樣才溶化得快一點 矮的可以搶低 然後在另一邊的箱 我們可以先把油薄 這樣我們先把油放在這裡 先把油放在這裡 我們先看看 我們可以把PAT20 我們可以把日本乳化劑和所有液體的油 和其他的原料我們可以除了蒸入之外 我們可以加進去 趁這段時間 好 接著用PAT20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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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因為 請 将所有的油两尺 两尺在这里 好好吧 接着是维紧E 在这边箱我旁边的时候 其实这个呢 你见到这个已经融化了 那我再加上维紧E 加上这个R18 全面就是 加上水煎 加上水煎 好了 最后的玫瑰 我们不会加上水煎 那我搅拌一搅 这个烧鱼 它就能够比较浅 超好的 好 这个时候呢 大家留意了 你会看到蠟已经融agu了 蠟已经融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它留在這裏 我們可以把它倒進去 這個時候你會不會不用怕 因為那些油始終是冷的 我們把油放進去 讓它溶回 溶回之後攪拌均勻 其實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這個時候會不會有個小鞭子 讓我做到最後 做成好像一個這樣 好,在這裏等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講一講 我今次加這隻精油 我今次加這隻精油是Rose Arter Rose Arter是比較稠的 所以大家要倒的時候 拔起這個蓋子 或者要有少許耐性去倒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好,我們先看看 這裏都有小秘訣 當它一直在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攪拌 要攪拌 讓它呢 那些鞭子會 融著 固著一起 攪拌 還要お小 對 這一包 這個呢 卸妝膏呢 用法呢 其實都跟我們平日的卸妝膏差不多 乾麵 乾麵、乾手 不用,我們就這樣說 因為我們要等 乾麵、乾手 也都可以 外面有些大牌子 你可以玩 就是我們擦乾麵、乾手之後 我們找一個濕的棉花 去抹 這樣就可以做到 因為這種卸妝膏 外面也有很多 有些是說 專門用它那個 一個叫做 一個Cotton 去抹掉它 其實我們都可以這樣玩 當然我們就這樣用水 擦開它 其實它就有乳化式 這樣就用來做一個卸妝的公園 這個其實挺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 我們先看看 看看情況 你喜不喜歡用卸妝膏 那些粉 嗯 我也喜歡的 我覺得卸妝膏是滋潤一點 嗯 其實呢 如果現在 你知道暑假 很多人去旅行 用卸妝膏 有些人就會反映 會流出來 那個油 會流 所以如果用卸妝膏 你就一勺 這樣 這樣 你就簡單很多 這樣就不會流 這樣 這樣 先看看 它應該差不多 全部呢 用卸妝膏 看看 先看一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看一看 先檢查一下 它真的 全部都用完了 在這裡 全部都用完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再加蒸油 好了 那 因為呢 它這個呢 完全可以 射膜膏 嗯 它會比油更加好 因為它不會那麼容易走進去的眼睛 因為油不是很容易走進去的眼睛 因為油不是很容易走進去的眼睛 對 因為它是高狀的 因為它是高狀的 嗯 那你可以呢 在那個 叫做折毛的位置 這樣呢 拌好之後呢 你呢 等它一會兒 接著呢 就找一些棉花 有水的棉花 濕的棉花呢 這樣呢 去抹它 順著那個折毛去抹它的效果 這個時候呢 可以入瓶 順它 然後呢 可以等它凍呢 它呢 就變成了 剛才那個 是 那個 那個 這個了 那它呢 怎樣做法呢 這樣 那我也 先說一下 那它呢 這個呢 我們也是 要 剛才呢 剛才說濕棉花 同時可不可以拿些水 還有有沒有棉花 或者紙巾都可以 那我們呢 如果 我們用來卸妝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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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吧 你看到它那個質感很舒服 它這個 這樣 拉出來 很軟熟 這樣可以試嗎 是不是 拉出來 然後很軟熟 很棒 很好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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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香的 玫瑰味道 如果這個Scarra呢 我建議大家呢 是一個方向這樣 順著那個折毛這樣去擦它 會比油舒服很多的 而且呢 它會卸妝的功能 會卸得更好 嗯 為什麼呢 它會搭了 你看到它 搭了在那個 是啦 那它會更加溶 那個Scarra 還有那個Eye Line 會更加好 嗯 所以這個呢 卸妝的功能呢 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是一個濕的棉花 那你只要這樣 看見到已經有奶白色了 它已經 是奶白色了 是啊 已經是寫了 當時很清爽 你看到啊 OK 接著我們就在那邊 擠走住住住住住住住那些 還有那些粉底呀 沒錯 顏色了 那接著就是可以用大量的 清掃ちょっと把它清洗了 這樣已經OK了 這樣了 variants 我試下呢 前去那些粉底 我試下試試試呢 sitting他們試一下 之後那個感覺 我去洗一下 嘩 很白啊 看到嗎 其實它已經溶到水族 開始已經爽cel了 是呀 爽身的 而且保濕的 你會覺得很軟熟的 這個就是兩節和芭芭蘇姿的一個作用 你這個更厲害 你更大 我們看看 是呀 四月五日後 所以今晚大家懂得做的時候 就可以今晚試一下 立刻做一支 如果譬如真的會很多人去暑假去旅行 就做大箱一點 對呀 做大箱一點 又可以做些旅行裝 你可以做大箱 但是 接著你這個可以倒幾個旅行裝 我這個禮拜去泰國 下個禮拜去日本 或者直接一個月都去三次日本 所以大家記住我 試一下用這個回去四十個裝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看看做什麼樣子 對呀 下個禮拜我又預告一下 又預告一下 又預告一下 是一個磨砂來的 是剛剛前上課觸發到我做的 一個很天然的磨砂膏 這樣下個禮拜我們就是 溫度高時的波 這個不會 Ricky有問一下 因為它用堪地理拉藍 所以溫度高它都不會溶化 即是溶化 但你如果就這樣用B-swax就不行了 因為它液溶點 對呀 因為它的溶點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不會這麼容易溶化的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就差不多了 今天我們看一下還有沒有人問的 不要緊要的 大家如果看不到 可以之後問回的 是的 都可以之後問回的 在這個直播裡 都會回回的 是的 還有記住關鍵字 這個 優惠配方 還有這個 是的 拿配方 和拿優惠 優惠就是我這個優惠 這個優惠就是個材料包 可以做這個卸妝包的 一套齊齋齋 是的 那你就 最記得要做 要做三寶就是 like我們的page like我們的post 還有記得就share出去 就這樣啦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啦 拜拜 拜拜